看起來超級像神隱少女裡面的湯屋耶 我覺得他們的溫泉就是有很濃郁的硫磺味 聞到這個味道會覺得有點像 然後有一個超級酷的 黃金腸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浩洪趣的可欣 我是莉莉 隨著春天的到來 各地區的櫻花都熱情的帳班啦 今天我們特別到了陽明山花季 要來享受一趟浪漫的櫻花洗禮 要帶大家去一間有著苗霏京都的日式湯屋泡湯 再去一間有著森林鄉村風的美式甜點店吃下午茶 那就趕快跟著我們一起出發吧 每年二三月是陽明山最著名的花季期間 除了有櫻花還有茶花 杜鹃花 而且這裡每年也會舉辦不同的活動 今年就是陽明春小為主題 嗯 陽明山花季的範圍也非常的大 然後這裡都有很多的停車場 像我們剛剛就把車子停在陽明公園停車場 附近有蠻多美食的小攤方 像是我們一走出來就可以看到這裡有賣 樂狗薑母茶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看到這個牌子 繼續往這邊走 然後在路上會看到一個指示牌 陽明公園就是往這個山坡下面繼續走 著名的花中噴水池都在陽明公園裡面 然後這裡有一個花季美食街 走下去的路上也有陽明公園的地圖 走在這條路上很愜意 而且真的很多人來這邊見走 感覺可以順便運動 延延的山脈 而且這山上空氣超好 接著往陽明公園的路上 會經過這個小影壇 我跟你們說裡面真的超清幽超漂亮 來到小仙境的感覺 看到了那個阿公阿嬤坐在那邊 看起來好愜意喔 坐在這邊買個東西在這邊吃 好像也不錯耶 啊 其實我是一個瀑布控 我看到這個真的會很興奮耶 在小仙境潭瀑布 看到有點水藍色成牛奶色的 就是因為裡面有硫磺的成分 是不是很漂亮很夢幻的 很藍爆石的感覺 所以它是溫泉可以泡的意思嗎 對 它應該是冰的啦 而且它的水超級清澈的 對 我們剛才站在可欣這個位置 拍的超多的霉照 可以聽到瀑布的聲音嗎 重點是從路口處走到瀑布 竟然不用一分鐘的時間耶 接著我們繼續往上走了以後 就看到一個岔路口 這邊又有賣很多吃的 小地瓜 牛肉麵 沿路其實不用怕餓倒 往上走就會看到 超級美的 這也太像國外的霸汁 真的超像在歐洲的耶 而且你看後面一整排的櫻花 真的太美了吧 目前噴水池周圍的極眼茵 是最漂亮的 果不其然 真的超美的 這上面的櫻花 它真的幾乎已經是滿開的狀況了 哇賽 很美 很壯觀耶 然後再搭配這個噴水池的畫面 看羅曼蒂克我覺得 這時候就需要一個白馬王子 在旁邊跟著接吻 我想是你 等一下可欣不死你 旁邊也都有石頭的座椅 我發現很多人會買旁邊的小吃攤 來這裡吃東西 剛剛已經在噴水池拍完照了 我們剛剛是在這個噴水池 然後我們要一直走走走走走走到花中廣場 我們現在走的這條步道 它就是在花中廣場旁邊的櫻花林溪流區 這邊可以看到一些些微的八重櫻 大概只開了大概三層左右 感覺二八連假就會滿開了 大家要把握時間 我們上片的時候 跟大家實際來的花曠也不太一樣 在我們身後就是花中廣場 這個就是陽明山花季必來的打牌景點 原區非常的愛護他們的花跟草皮 特地鋪了一個石頭路讓大家可以站在這邊拍照 跟一個陽明春小的小小造景 也是很多人會必拍的打牌景點喔 在廣場這邊也都有紫色盤 沿路的話也都有不同漂亮的美景 像是這邊就可以通往大屯瀑布區 走去第二停車場的路上 也有一條櫻花步道 好我們沿著道路走啊 看到一顆正在綻放的擠野茵 它是呈現白色的 看起來很漂亮耶 拍起來有不同的氛圍 接著沿著階梯往上走之後 就可以看到這裡有一整片的櫻花步道 而且它這邊的櫻花是深粉色的 現在是有點半開的狀況 我覺得這裡真的是 每一處都是小驚喜 大家可以趁著二八年假光會來賞花 從二月底到三月初 杜鵑花跟水仙花也會陸續綻放 今年的陽明山花季會一路持續到3月19號 除了我們今天看到很茂盛的集眼影以外 會看到八重鴨、昭和鷹等不同品種的櫻花 不過畫框就會跟著天氣還有時間的不一樣嘛 大家就可以看來的時候 會看到怎麼樣子的美景 那我們就準備去泡湯吧 那我們來到川湯溫泉養生餐廳 在迎接春天到來之前 我們要先把溫泉泡好泡滿 把車子停好 待下面的公共停車長 現在有接駁車要帶我們上去 預備接駁車 川湯 咻一下我們就到了川湯 開車過來大概只要一分鐘 不過其實走路也蠻快 大概五分鐘就會到囉 整個氛圍真的有一種來到日本的感覺 你們看後面那個大大的川湯兩個字 看起來超級像神隱少女裡面的湯屋耶 而且它還有播著日本的歌 配上那個木造的建築 真的有一秒到日本的感覺 這邊的收費方式就有分為兩種 如果你是單純想要來這邊泡湯的話 大眾此一個人是收費250元 湯屋的話兩人是收費500元 另外一個收費方式蠻酷的 泡湯加用餐 餐廳的基本低銷是一個人是400元 買400元就會免費贈送泡湯卷 我們買好票了 他們裡面的街道也超級有日本的味道耶 那一開始的話就會先經過他們的餐廳 另外我們要進去泡湯之前 我們發現一件非常震驚的事情 他們的餐廳即將要停止營業了 但是大家如果要單純來泡湯 其實也可以 兩個人的湯500元 其實還算蠻划算的 大家就進去泡湯看 裡面到底長怎樣囉 這間湯屋它是我整修過的 所以其實裡面還算蠻舒服的一個環境 然後除了一個浴室以外 還有一個提供一個沙發 一間湯屋的使用時間就是40分鐘 我們就趕快泡湯 那個水量其實放很快 大概5分鐘左右就已經滿了 其實也不用擔心耽誤到時間 然後這邊也有提供墨浴乳跟洗髮螺 水帶來來泡湯 你可以順便洗澡 不過這邊是沒有提供浴巾的 浴巾是要另外一個櫃台加價購 建議大家可以自己帶 我覺得它那個溫泉就是 聞起來真的是有很濃郁的硫磺味對不對 就聞到這個味道會覺得有點像 這價錢其實真的算蠻划算 但是一個很輕鬆愜意的行程 因為還不能泡太久嘛 就僅多40分鐘 那如果大家去看看花 然後來這邊放鬆一下 其實都還蠻舒服的 對 這個溫泉的話其實是青黃泉 那它也稱雷泉 裡面含有微量元素 看起來顏色就跟一般的溫泉顏色 比較不一樣 碰完湯 真的就是整個人都熱起來了 對 這裡之後餐廳可能就要改建 所以可能比較改良的人 就比較適合來這邊 旁邊有一間在陽明山上 非常有名的黃池 那時間比較充裕的話 就可以在那邊泡溫泉吃飯 那拖鞋也要自己另外 但素妝台的話就是在湯屋外面的兩側 在這邊泡真的好舒服 泡一泡就肚子餓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去吃點小東西吧 泡完湯以後 現在肚子非常餓 我們選了一間在中國文化大學附近的 同城煎餅果汁和肉夾模 要來吃看看 因為我們兩個都沒有吃過肉夾模 所以滿好奇啊 吃起來是什麼口味的 剛剛看到它門口 就有超多學生在排隊 肚子好餓 我們趕快去買 老闆也在忙碌了吧 我們過人了 拿到我們的餐點了 我們大概買了6到7個筆箱 只要270元 然後學生真的超級 躲到現在還是大排長龍 我這個是煎餅果子 煎餅果子 煎餅果子其實是天津那邊的小吃 我自己是沒有吃過 這個是肉夾模 我也是第一次吃 它是陝西那邊的傳統小吃 好感覺喔 它裡面有包那個脆脆的叫果子 吃起來很像餅乾 我超愛這個肉夾模的 裡面就有包孜然的豬肉跟青椒 一層一層的餅皮 邊攪的時候邊咬得出麵皮的香氣 看著老闆現做的過程很療癒 他們怕速度也超級快的 原來道地就是這個味道 因為真的很多人說 他們的煎餅果子是吃過最道地的 它在肉夾模裡面都會淋肉汁 就吃起來比較濕潤 然後有一個超級酷的 黃金腸蛋 黃金腸蛋就是把香腸切一半 把蛋打在裡面 剛剛看老闆在煎的時候覺得超級療癒 而且它有撒上一點點的蔥花 乾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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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好吃了吧 裡面是半舌飯耶 太爽了啦 我覺得要做這個其實要有一點功夫耶 可以把蛋煎成這樣子 這學生太幸福了吧 我跟你說剛剛超好笑的 就是剛剛有很多學生經過 然後就有突然一個學生講說 他要吃肉夾模 然後後面的學生就說 有吃肉夾模 你每天都吃肉夾模 然後老闆娘都說 因為很好吃啊 我這個是紫菜包飯 然後裡面也有包果子跟青菜 它配料是可以自己選的 要另外選配料的話就是要另外夾 旁邊都有菜單可以自己看 紫菜包飯它裡面還有加一點點的肉鬆 整個很提味 這個飯都是有煎過 所以它可以在外面吃到不一樣的口感 就一千年微微脆脆的 還滿特別的 真的好厲害喔 之後如果來亞迷山 我會再回飯的耶 好吃 你記得吃飽之後 我們來到文化大學後山的 雅尼克夢想村 都來這裡享受一下 亞迷山愜意的午後喝個下午茶 大家對於亞迷克應該都不陌生 因為亞迷克的生乳捲真的很好吃 亞迷克夢想村呢 在亞迷山有兩間店面 不過他們其實離得非常近 就只是在隔壁而已 但是兩間店面賣的東西都不太一樣 我們就進去帶大家看看 這裡其實也是早期留下的美軍宿舍 去進行改建的 很有森林鄉村的風格 很像來到美國小鎮的感覺耶 這間店主要賣的是美式派塔 然後另外一間主要賣的是 生乳捲跟切片蛋糕 我們看到美式派塔有超多口味 它都是每天新鮮現做的 看起來超療癒的 薯度 檸檬排這個是大家推薦必點的 然後另外其實我們今天要點 波士頓派 不過剛剛店員說已經賣完了 超可惜的 我們就點一個 它牆上其實有很多老物件 就像這個是1950年代 美國西店製造所所製造的 投幣式公用電話 它其實已經超過棒的市境了耶 它後面有非常多的懷舊照片 其實店內的多餐期也蠻多的 都是木製的桌椅 也有皮沙翻 這邊的行銷是一個人150元 可以先找位子坐 然後再去點餐 這間門市啊 除了美式派塔以外 它也有提供閒塔 菜單上面有幫大家列出 前10項好吃的甜點 我這個就是他們這裡的第一名 太厲害 我覺得好像第七名 還是第八名的 焦糖玫瑰 太塔 他們的派皮很酥脆耶 而且他們派皮很香耶 檸檬的味道跟派皮的味道是融合在一起的耶 那麼上面還有自燒過的檸檬蛋白酸 超好吃 天啊 我覺得微知驚人 所以一層一層有很多不同的口感 下面是塔皮 然後巧克力 蛋糕 肉汁 還有焦糖的內餡 上面有海盜奶霜跟焦糖奶霜 整個吃起來超有層次 天啊 我剛剛吃到我嚇到 它裡面超濕潤耶 如果大家有來陽明山玩的話 真的滿是來這邊走走 因為這邊整體 真的讓人有一種很溫馨的感覺 乾杯 太舒服了 我們這次的行程就到這邊結束啦 從一早的陽明山 花季都讓人秒飛日本的川湯溫泉 還有最後來到美國小鎮般的 雅尼克夢想村 今天一整天的行程 真的都讓人太愜意了 就見大家趁著陽明山花季 安排陽明山一日遊 跟著我們的行程族 沒錯 而且特別強調大家 一定要去吃我們 可以去吃的蓬城煎餅果子 因為實在是太美味了 別的地方真的很少吃到 好 我們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的話 記得訂閱加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有想要看我們去哪裡玩的話 記得下面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